两年前 这一届迎娶了相恋新年的女友盟家慧 成功地破除了在她身上反复上演的七年魔咒 日前结婚两年的这一对还趁着新年的假期 做了件特别浪漫的事 昨天盟家慧为新剧开拍宣传 说了这次特殊的经历 幸福之情是异于言表 就在新年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带朋友去了 完成我一个很小时候的一个心愿 就是去看比较你时光 他们都有这么安逸给朋友 她也去 结婚两年多小俩口的感情依然那么如交似漆 纵使工作忙碌 郑一剑还是陪着老婆一起去实现她儿时的梦想 所以怎么能不让蒙家慧感动呢 但是我觉得真是在那时候的感受是蛮感动的 还有就是也蛮浪漫的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小俩口浪漫是要有的 可是日子也得过呀 结婚两年多一直没见蒙家慧的肚子有动静呢 这个生娃的计划他们似乎都还没提上日程呢 这个我觉得还是随眼吧 我觉得现在去旅游工作 然后多多陪赞也是很开心的成功 纵观曾经的古惑仔五兄弟 陈小春 谢天华等已经成功升级奶爸行列 大哥正一见却成了兄弟间唯一一个没生娃的龙 难道小弟们就没催一催大嫂吗 我要恭喜他 他没有追我 所以你们追我吧 娱乐新天地编辑报道